完成了 所以一樣啊 你可以先寫什麼 先寫那個清除 計算清楚 計算清楚的話呢 實際上就是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加一個空字串就可以了 就兩個雙以後 然後再把它複製貼過來 加上這個公式 就是計算 做完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把它清除的話 先清除 再來就是怎麼樣 再跑一下 那跑的話我把這個公式 先放在下面一下 先按RM8 請輸入存款金額 百千萬 十萬 這個時候有沒有 它就會丟給B1 它丟給B1 50萬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For I等於4到最下面列 最下面列27 自動抓到 For I等於第二欄 到最右邊一欄 第九欄 2到9欄 然後就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它一樣 會先輸出第一個 再輸出什麼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也就一列了 輸入完這一列 再換下一列 最後就完成了 OK 這個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可以先試試看 不過這種寫法 大部分同學好像會比較不容易記 因為畢竟 這個東西對各位來說還是比較陌生的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想說 乾脆把這個公式放進來 然後修改 它的那個I的值 跟J的值 就好了 I的值應該沒問題 可是這個有問題 怎麼解決 等一下會跟各位講一下 我好像現在時間已經來不及了 12點了 看這個部分的話 就留到下個禮拜 再來講好了 不然我看應該會講不完 OK 那請各位先了解一下這個部分好了 看一下下面我有沒有先講 下面我好像也有先 不過我是用那個 Worksheet function 那還有另外的啦 還可以把它改 不過這邊好像我還沒放 我看一下我好像還沒放進來 有的部分先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下個禮拜 再來看好了 因為再講下去 可能會耽誤太多 各位的下課時間 好 那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如何計算 然後先把它做一個清楚 再做一個計算 那計算的話呢 可以用Input Box 先輸入一個值 那再來 比較關鍵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不用Sales 我只是希望 把我剛剛做的公式 動態的輸出 那I的部分 列沒問題 那藍的部分怎麼辦 下禮拜我會跟各位講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只要再加一行 程式 那方法可以是用一個函數叫MID MID 這個MID怎麼說 你可以用切字串的 比如說2就切B 3就切C 4就切D 然後呢 再把它放到你要放的位置去 也可以 沒問題 它也會轉換 那只是說稍微難一點點 然後 再來就是 還有另外 後來我發現有個同學 滿聰明 他說用MID之外 他用一個叫CHR CHR CHR 函數呢 我們好像前面有講過 剛好上個禮拜 他是去抓ASCII code 那ASCII code裡面 65 65 剛好就是A 66剛好是B 67剛好是C 所以也可以用CHR 去動態抓到那個 英文字 然後轉換 所以比如說2的話 那你就知道 CHR 刮弧 64 再加上什麼 加上追 輸出 就會是那個 那個英文字 有點抽象 試試看 對 所以你要判斷 If 如果你會超過某個數字 比如說 那個J的值 大於多少 大於20 26 對 到226的話 那又變成AA了 前面要多個A 那如果你還有 那就LC 如果再大於 52的話 那就是 再ALSIF 如果大於52 就是再變BA了 對不對 那如果你 因為你要看你 最多可能到多少 你可能 這個要先做判斷 那應該可以寫出 你要的東西 不過理論上一般 超過26欄的機會 應該很少吧 有嗎 你的會超過26欄 有這個 比較少吧 如果有那你就多做一個判斷 理論上52欄應該 很少有人這麼 放這麼多欄的資料吧 OK 所以 這裡的話 我想